这六个人在睡醒后发现自己竟然穿越来到了异世界的古老城堡中 但是他们没有龙奥天的设定 连醉菜的哥布林都要拼上性命全力奋战 他们不记得自己从哪里来 也不记得什么时候出现在这里 就只记得自己的名字 而这个古老的城堡竟是一个非现实的存在 自从来到这个名叫格里姆加的异世界后 他们就被一个叫布里托尼的所长告知 这里也是异世界的达纳城 凡是穿越过来的人必须要加入义勇军才能赚到钱活下去 而义勇军则是达纳城边境军队的衍生队 这时有一位名叫莲斯的男孩站出来挑衅所长 结果托尼恶话不说拿出刀子恐吓他 莲斯并不畏惧甚至空手揭白刃 随后托尼告诉大家只要加入义勇军团就能够立马获得10硬币 但是只要加入义勇军就得再花20硬币 从托尼这购买能证明身份的军团回一张 因为能在达纳城活下来并赚的10硬币的人都是不简单的人 为了能生存下去大家纷纷加入了义勇军 托尼表示他们现在还不是真正的义勇军 而是见习义勇军 简单来说他们必须经过测试才能成为合格的义勇军 而见习义勇军要做的就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收集到情报 然后再解决掉怪物 最后再将怪物身上的某样东西拿去卖先 赚的钱越多就会从托尼这里得到越好的奖励 但这不只是说说而已 托尼这群戏内而言那些怪物十分强大 所以托尼奉劝大家遇到危险时不要放弃 一旦放弃就会必死无疑 不久 南韩哈尔得知原来拿纳成了边境有很多和人类为敌的怪物和种族 边境军的主要任务就是驱逐并镇压这些怪物 但因为保护前线的原因 边境军根本抽出多少人来对付怪物 所以这才需要很多义勇军 当天联斯就选了几人组成一个小组 而剩下的几人也组成了另一个以马纳多为首的小组 为了找到工作 他们每人必须要花八年才能进入工会 于是每个人现在都只剩下两人 进入工会后 哈尔的职业是盗贼 南德成了暗黑骑士 路骨索成了战士 马纳多成了神官 孟儿成了猎人 邪赫路成了魔法师 但尽管如此 他们能就没有得到什么赚钱的机会 反观联斯他们貌似已经从托尼那里拿到了正式的义勇军徽章 十几天后 眼看隐蔽快要被用光了 马纳多决定再引大家一起进攻山林来碰碰运气 果然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四只哥布林 可是他们六人根本就不是成群结队的哥布林对手 于是他们选择的按兵不动 当晚哈尔发现马纳多为团队默默做了很多事 因此对马纳多心生感激 第二天 他们进山时发现了一只落单的哥布林 如此有力的情况下 他们决定攻击这只哥布林 但因为难得的不按套路出牌 导致身为盗贼的哈尔成为了第一个出击的人 因此先下被哥布林反杀 随后几等将哥布林团团围住 哥布林意识到这是一场生死较量 于是尽全身力气反抗着他们 甚至还刺伤了哈尔 哈尔也趁机刺伤了哥布林的脖子 就在大家放松警惕时 哥布林狡猾地反扑而来 然后打算逃跑 难得见状追了上去 一刀刀刺向了哥布林 不甘和夹杂在怨恨的声音不断发出 直到哥布林死去 现场才安静下来 之后马纳多治愈了哈尔 几人也因为第一次杀生而陷入了沉思 尤其是难得 虽然对方不是人类 但那也是一条生命 不过只有几人还是利用这些哥布林身上的蓝牙和金币 换取了钱财 由于今天有了收获 几人决定暂时休息一下 各自去享受一下自己的时间 哈尔发现难得的一程 又是跑来安慰 之后几人饥饿后 难得被大家吵吵闹闹的声音感难 暂时忘却了沙人的恐惧 一群人站在桥头 吸满一族地欣赏着风景 也是在这时 他们才意识到生命的重要性 夕阳下 当天晚上 难得趁着黑夜爬了起来 他告诉哈尔子要去浴室偷盖女生们洗澡 哈尔觉得兰德做法很龌龊 于是整个宿舍的男生都上肩 阻止兰德 但没想到兰德竟然被女生们发现了 整个男少数舍的人群都被骂到狗血淋头 可兰德却没有一点认错的态度 因为此事 整个团队的气氛都显得很尴尬 但为了生存 大家能就继续前往山林 寻找落单的哥布林 可又过去的三天 他们能就没有任何收获 哈尔的衣服也因为爬山被刮破了 但因为没钱 他只能疯疯不顾的继续穿着 第二天 一群男男到过哥布林的脑巢打母洛 因为战斗力有限 他们只能寻找落单的哥布林 过满在一堆废墟中 他们发现了一只熟税的哥布林 虽然赚钱的机会增多了 但相应的危险也加大了不少 这是属于哥布林的地盘 所以他们只能争取秒杀 不让对方发出警报 召唤队友 因为莫过座的台价会发出声音 所以马拉多提出 由他和哈尔及兰德作为先锋 试图秒杀那只睡着的哥布林 一旦哥布林被惊醒 他就会召唤出周围的伙伴 所以为了能彻底杀死他 其他几人要迅速围堵上来 一起将哥布林杀死 盯制好战略后 马拉多他们三人果然击毙了那只哥布林 也因此从哥布林的身上 拿到了四银币 这是优势一代 他们获得最多银币的一次 因此大家的世界上涨 团队的气氛也开始活跃起来 之后他们就决定要寻找落单的哥布林 他们制作了简单的地图 记录了达姆诺的地形及建筑 傍晚时 拿到隐蔽的他们终于能跑到街上 买件新衣服 以及吃上一顿好的来扣扭自己了 甚至还能再买一把好的武器 渐渐的 当我在马拉多的带领下 都逐渐适应了一世界的生活 或者说 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以马拉多为首的日子了 他好像马拉多表示着感谢 马拉多却谦虚地表示 自己也离不开大家 因为在格里姆加尔 没有一个人能单独活下去 而且因为自己不善于和别人打交道 也不善于处理 上下其关系 于是马拉多觉得 他似乎不太适合和哈拉他们成为同伴 哈拉表示 他从未有过这种想法 因为马拉多的存在 让大家有了主心骨 看到马拉多 他们就会觉得很安心 哈拉表示 不敢相信 没有马拉多的日子该怎么过 马拉多没再说什么 只说了句 找点睡吧 最后大家便都陷入了沉睡 可是这场冒险 终究还是迎来的危机 因为大片的哥布林 发现了他们 一只冷剑 静止着射箱的马拉多 哈拉发现后立刻替他挡下 他紧随其后 他是另一只剑射在腿上 痛过了声音 响车了天机 整个小队都被一群哥布林包围的 队员莫古索 立马将哈拉带到安全地带 对照马拉多 按照之前绘画的地图 带领队员们 逃出了哥布林领地 可随后另一只冷剑 射中了马拉多的后背 为了不影响伙伴们 马拉多假装无事发生 直到确认大家都安全后 他才终于支撑不住倒了下去 大家都很担心马拉多的情况 随时虚弱的马拉多 就只对哈拉说了句 抱歉 拜托了 然后就闭上了眼睛 身为神观的马拉多 才懂得治愈之术 队员们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马拉多闭上双眼 哈拉也不明白 马拉多要拜托自己什么 于是一行人赶忙 将马拉多带到公会 他们几求马拉多的老师 救治马拉多 可老师却摇了摇头表示 谁也无法救活 以死之人 只是马拉多是个前途无量的人 这样死去太可惜了 他表示大家应该立即 将马拉多的尸体焚烧掉 因为这里曾经受到 不死之王的诅咒 没有被好安葬的人死去后 都会成为不死之王的奴仆 不仅如此 马拉多也有可能 在两三天内成为行尸走漏 为了不让朋友变成那样 大伙一致决定将马拉多火葬掉 在安排好马拉多的后事之后 所有人都无法接受而哭了出来 仿佛他们此时才明白过来 曾经那个内心细腻 能无微不治着 不大家的对象马拉多 真的已经离开了他们 他们回想起了和马拉多在一起的日子 那天清晨马拉多和席赫禄走在桥上 他们遇到了一群可爱的鸽子 善良的马拉多还特地停下来 拿出食物喂养那些小动物 所以我还想起身后的席赫禄 虽然大家都是一个团队 可单小害羞的席赫禄 并没有跟团队里的其他人 有过什么交流 新鲜的马拉多 发现了席赫禄敏感的性格 于是主动邀请他 一起喂养那些鸽子 席赫禄尝试拿出食物 打算喂鸽子 使得席赫禄没有受伤 席赫禄羞愧地向他表示感谢 但马拉多却开心地表示 席赫禄竟然和自己说话了 而席赫禄也是在此时 才将马拉多视为自己最信任的人 其他队员更是不必多说 在这样一个负责的队长的带领下 大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收入 整个团队也越来越和谐 他们六人又用得到的赢钱 去各自的工会学习了新的技能 所以当他们再次来到达姆诺 击杀哥布林时 每个队员都有了实践新技能的机会 他们竟然同时击杀了三只哥布林 从一开始六人对战一只哥布林 到现在可以同时对战三只哥布林 他们的战斗能力 简直是有了飞跃性的进步 队员们越来越有信心了 很明显这段时间的相处 让大家的团队协作越来越融洽 新技能也都使得得心应手 马拉多指出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几不擅长的一面 之后大家接力合作 才能在这个一世界格林姆加尔火侠区 这也是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马拉多指出了所有人的优点 却唯独忽略了哈尔 哈尔很是疑惑 本来想询问马拉多 但一想到以后还有很多机会 哈尔便没有再说什么 但你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马拉多竟然在接下来的行动中 丧名于哥布林之首 因为马拉多离开整个团队都失去了目标 兰德首先站出来说要离开团队 梦娥却打了兰德一巴掌 试图将他挽留下来 可兰德只是愣了一下便继续走出队伍 整个小队的氛围瞬间有些怪异 因为马拉多和莫古索 哈尔果然在酒馆里找到了兰德 兰德表示自己之所以会来这里 是因为这里是马拉多生前 经常来打开消息的地方 其能本打算借酒消愁 没想到在酒精的催化下 哈尔和兰德吵了起来 一向温度烧鱼的莫古索 害到两人争吵不休 井兰也爆条如雷的怒吼者 兰德和哈尔 不过有我同期的集团出现了 他很没情商地提醒了马拉多 他表示神官属于治愈者 在团队里是最容易被定为击杀目标的人 因此神官的死亡率很高 之后他们又劝哈尔三男重新寻找一位神官 虽然他们不愿意承认 但神官对于队伍的重要性 确实是最大的 哈尔等人最终还是听从了集团的建议 很快 集团就给他们推荐了一位名叫 梅丽的女神官 可没想到梅丽竟然是个很难交流的人 不按计划做事 团队的协作能力也很差 跟其他队员的相助也十分尴尬 而且他还经常说出一些当人很预测的话 因此梅丽的加入并没有使团队的关系变得更好 相反变得更差了 在战斗时 梅丽竟然觉得兰德受点小伤 不至于要动用治愈神力为他疗伤 兰德奇德和梅丽大吵起来 团队里的其他人进来也插不上嘴 到了晚上 哈尔带的莫古索和兰德又来到球管里 他们吐槽着梅丽的所作所为 谁知已经拿到英勇军勋章的莲丝出现了 莲丝拿出一枚金币 锁使给马拉多的慰问金 哈尔很硬气地表示拒绝 兰德见状十分劲劳哈尔的行为 因为一金币就让他们六人买下义勇军勋章了 但莫古索却不认同兰德的观点 看着现在团队关系如此矛盾 哈尔终于明白马拉多要拜托自己的是什么了 原来他早已料到会发生这些事 所以夜晚哈尔找到梅尔向他道歉 他表示不应该没经过梅尔和西赫路的同意 就私自决定让梅丽加入进来 导致现在整个团队都死气沉沉的 梅尔听后崩溃地大哭起来 他表示这不是哈尔一个人的错 而是大家的错 大家是因为马拉多离开而失去了目标 所以在昏昏恶的混日子罢了 再加上刚辞去一个神官马拉多 他们就立马找到另一个神官来取代马拉多 所以大家才会对梅里有所抵触的吧 或许梅尔说出了症结所在 哈尔看着痛哭的梅尔竟然也跟着哭了起来 两个人抱在一起坐在角落里抽气 仿佛要把所有的委屈和不甘都发泄出来 谁知邪后路看到两人拥抱在一起的画面 巫人维哈尔和梅尔在搞地下恋情 好在哈尔及时解释 才没有让这个本已经自律破碎的小队 便都更加零散 而经过之前的沟通 梅尔协和路表示会去试着接受梅里 并主动和梅里叛谈 毕竟以后他们也是要一起战斗了人 第二天 他们一行人再次来到达姆诺 黑行人这次大家都很乐情 并主动地找梅里说话 梅里也渐渐有一些变化 在面对哈尔的指示时 梅里不再反抗 反而照做 团队瞬间变得和谐起来 眼看大家都被强大的哥布林下退时 还是梅里大喊一句 不要被下退 你们不是战士吗 这句呢 哈南小队失其大仗 全体队员竟然不要命的全部出击 包括梅里 他们成功将面前的哥布林击杀掉 虽然这个魔物并不是多强大 但正是这个小队第一次真正合作 打败了魔物 在看到莫古索头部受伤后 梅里主动把莫古索治愈了伤口 这下梅里的努力 大家都看在眼里 但和梅里沟通的方式 仍旧是个灵灵苦恼的问题 哈南向梅里询问 要以怎样的方式 才能和梅里好好沟通 没想到遭到梅里的无视 夜晚除了梅里的其他五人 都来到了酒馆 他们探讨着 怎样才能和梅里好好相处 没想到梅里也来了 他选择自己一个人坐在角落里 则是一位叫小队的男人 打闪梅里 小队是个很有名的奥利安团长 大家根本不敢相信 梅里会和他扯上关系 我也搞清楚梅里的事 哈南找到小队 没想到打听梅里的过往 原来小队和梅里 以前是一个团队的 那时候 他们就像现在哈的团队一样 和谐有爱积极向上 但因为一次失误 导致队友里的其他人 都死在塞灵矿山的那只 巨大的帝京手里 为了救治重伤的队友 梅里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但他们还是失去了三名队友 梅里也因此变得 郁郁寡欢 不善言语 他始终认为是自己 没有尽力救治队友 才会让三位队友死去 相同的遭遇 那哈的他们 一时不知该如何跟梅里沟通 因为他们自己都 还没有完全走出阴影 更别说句句梅里走出阴影 但为了生存 这支还不那么默契的小队 却又需要走向战场 叠杀魔物 可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接下来冒险 说不定还会有队员 继续死亡 队友南德表示 自己曾经也是失去过 队长马纳多的人 为何大家要一起 迁就于梅里呢 梅里不把他们当同伴 他又为何要把梅里当同伴呢 此时邪赫路哭着说道 失去马纳多 大家都很难过 可是梅里一下子失去了三位同伴 内心的经验 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 莫古所和梅儿也表示 同意邪赫路的观点 大家应该温柔地对待梅里 试图温暖梅里 哈尔此时站出来表示 梅里和他们一样 都是曾经失去过同伴的人 他们应该试图去理解梅里 而不是一味地指责梅里 一几度人就可以想到 他们不把梅里当朋友 梅里自然也不会把他们当朋友 难得抱怨到大家都没有理解过他 总是无视他 而梅儿却表示 因为平时兰德总是说一些多余的废话 比如他经常调侃梅儿平凶 梅儿表示自己听后也很难过 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罢了 听到大家的吐槽 哈尔地已经意识到 原来不单单是梅里 就任身边最经常见面的队友们 他也没有好好去了解过 哈尔地马跟兰德道歉 这堵入其他的台阶 让兰德不好意思地想离开 他表示要好好想想 明天应该多会跟梅里相处 身边跟邪和路级梅儿道歉 等第二天在寻找哥布林时 哈尔和梅儿发现一只哥布林身上 竟然在着哈尔之前丢失的武器 哈尔认出了这只哥布林 就是当初杀死马拉多的那只哥布林 于是情急之下 则没将武器抢回 幸好被梅儿拿住 这才没被哥布林发现 哈尔表示又跟着这只哥布林 看看能不能找到他们的老巢 可寻找一天 能就没有什么收获 回来后 哈尔想趁这个机会和梅里聊聊 没想到梅里竟然以为哈尔 是敢自己离开 于是愣愣地表示 如果要让自己离开就直接说 哈尔里面表示梅里误会了 考虑到梅里的猜疑 哈尔便向他说出了马拉多的事 当初马拉多一人照顾多人 那老人怨从没抱怨过 是因为多元来他们 从未体会过马拉多的心情 于是 在他们失去后才明白了 马拉多的重要性 但为了生存 他们还要继续走在一起 因此才找到了神官梅里 当初哈尔他们也是被挑剩下的 是因为马拉多才把他们聚集在一起 成为了亲密无间的同伴 现在梅里的加入 让整个团队更加完整起来 因为梅里现在也是大家的同伴 随着哈尔说出这话 大家都一一表示 梅里现在是同伴 难得已改往这态度 表示希望梅里加入进来 梅里看到大家的反应 眼神也变得温柔了起来 在结束一天的狩猎后 他们回到了住宿 哈尔主动邀请梅里 一起去集市上帮莫古索买头盔 可梅里却表示很抱歉 哈尔不死心地又邀请梅里 一起去吃晚饭 梅里又表示现在还不是时候 虽然日复一队的击杀哥布林 求管理的其他人都给哈尔 其实队伍群名为哥布林 是为嘲笑 哈尔表示并不在意 因为这是事实 他们日复一队的击杀哥布林 因此也发现了一些不同 哥布林是个属于雄多则少的群体 但多数磁性都在达姆诺新街区 有等级高的哥布林拥护着 而梅里也在一天天的相处中 更加笼络了现在团队生活 因为现在目前收入稳定的原因 他们都各自为自己增添了新装备 并且还学习了更多的新技能 战斗能力越来越强 这天大家准备金诺达姆诺区的哥布林老巢 为马拉多报仇 老巢里有很多级别更高的铠甲哥布林 这场战斗十分凶险 铠甲哥布林十分熟悉 人类的作战方式 因此孟和莫古索遭到哥布林的重创 哈尔也险些被哥布林攻击 好在梅里及时出现 保护了他 就在难得要杀掉最后一只哥布林时 站在房顶的另一只弓箭手哥布林 用弓箭刺伤了梅里 哈尔剑撞立马跟着跑到了楼顶 和弓箭手哥布林展开了战斗 最后成功将其击杀 而这次哥布林就是带着哈尔武器的那只 也是当初杀害马拉多的那只 这下他们成功为马拉多报仇了 他们一起来到马拉多了 目前将一切都告诉了马拉多 不仅如此 他们还为马拉多购买了义勇军的群章 因为现在的他们已经正式成为义勇军了 而马拉多无论生死都是团队里的一员 如今团队变得越来越好 美里也已经完全浓露他们 这一定是马拉多最想看到的 从马拉多目前离开后 哈尔他们决定放假一天 如今他们已经完成了为马拉多报仇的约定 所以这次假期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格外轻松 夜晚大家一起来到酒馆 他们从别人那里听到达姆诺的最新情况 原来也在上次纵状哥布林老巢后 被激怒的哥布林派遣的哥布林军队驻杂于此 此次的达姆诺已经不适合哈尔他们去冒险了 有人提出不如换个猎场进行狩猎 哈尔觉得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也只有如此的 于是他提出下次的狩猎地点就去塞林矿山 梅里听后露出了十分担忧的神色 随后便跑了出去 哈尔尽撞跟着跑了出来 哈尔表示自己不是故意要进行梅里的上京往事 只是梅里想要治愈心灵的痛苦 就必须要勇敢面对 梅里表示自己并没有生气 反而很感激哈尔的提议 他认为自己要勇敢去面对塞林矿山的地精 只有解决了他们 自己才算是为以前的队友报了仇 但报仇的前提就是梅里需要伙伴 如今梅里已经有了哈尔他们 大家开始加紧训练 学习了更多的新技能 哈尔也因此找到了老师 老师残酷的训练手段 让哈尔念念叫喊 此时哈尔的眼前出现了一团线条 这场景在上一次击杀哥布林时也出现过 于是哈尔向老师说出了此事 老师赞扬哈尔 这些线条是积累到一定经验才能体验到的 是代表哈尔已经能够凭感觉去杀掉敌人了 第二天大家全副武装来到塞林矿山前 这座山笼罩在一片云雾中 看起来十分神秘 每一层都有不同等级的地精镇守 因此前几层的地精都不难对付 只是越往深处 遇到的地精战斗力 就会越来越强 越来越难对付 每一层都会有不同路一线 因此大家必须要小心行事 所以他们进入矿山 遇到了一些低等地精 很快他们就来到第二层 在大家的团战下 这里的地精都被消灭了 就在大家要解决最后一只地精时 难得去阻止大家 说要自己一个人去解决 好歹最后地精都被杀死 之后哈尔便决定今日 先回到住所 明日再战 夜晚哈尔翻来覆去 他将难得叫到外面 和他聊起了今日作战的事 他表示难得不应该这么自大 明明大家可以一起解决的事情 为何难得要浪费时间独自去战斗 之后不仅增加了风险 还让队友陷入了危险之中 他表示难得和团队的集合度还不够 难得应该要把团队的安危 放在第一位 难得听后却很恼火 他认为自己的做法没有问题 他还表示 这堆其中的团队景象 根本不感冒 自己只想做好自己分内的事 至于其他的他都不在意 哈尔竟和难得沟通不了 因此和难得大吵了一架 才刚磨合好的小队 却又一次出现了裂缝 哈尔觉得身为一个队长 没能调节好队员的节奏 是自己的问题 第二天睡在院子里的哈尔 醒来发现梦尔 在旁边练习飞刀 哈尔很感激梦尔 为自己改上了被子 早餐后大家像往常一样进攻矿山 这次他们来到第三层 难得在攻击地金时 差点误伤了哈尔 哈尔十分气愤地责怪兰德 和兰德依旧嘴上不饶人地 表示哈尔要是死得更好 哈尔听后更加气愤了 可以想到兰德就是这样的人 哈尔也觉得十分无奈 于是只好将怒气群都发泄在地精神上 最近大家都学习了新的技能 莫古索不仅学到快速突刺 还能够举一反三 魅力也学习了新的魔法 虽然色诚短 伤害也不强 但有让敌人马逼迟钝的效果 之后他们来到了第四层 他们发现四层和以往看到的都不相同 这里像是一个农场 有很多大地精守护着 不仅如此 这里圈养了很多头像猪一样的奇怪生物 为了不引起地精的注意 他们躲在农场后的礼拔下 可兰德却坚持要一站到底 他能够直接解决地精比较快 可如此多的地精 不是他们团队能够解决的 正在几个人商议的时候 兰德的背包不小心碰到农场里 带有铃铛的绳子 一时间 整个农场的铃铛全都响了起来 狄精们也发现了一样 于是开始巡逻起来 Many健壮只要带领大家来到第五层躲避 没想到此时 一个带有黑白般的剧情地精出现 Many电出了 这是害死之前三位队友的那只地精 此时Many竟然全身不受控制地僵硬了起来 结果因为紧张而混了过去 睡梦中的Many仿佛看到之前失去的三位队友 梦里的队友打打闹闹十分开心 但哈拉的声音却在耳边响起 Many一下子从梦中醒了过来 好在黑白地精没有发现他们 最后他们在梦里的带领下真的来到第五层 第五层和第四层不同 因为是炼金场的缘故 这里到处都充斥着热量 不仅如此 这里也是Many三位队友死去的地方 Many把大家带到一处偏僻的地方 这里以前是神殿 但因为地精们不信奉的原因 因此甚少踏足于此 就在大家放松警惕时 一道奇怪的声音传来 三个黑影从暗处里走了出来 但仔细看竟是Many以前死去的那三位队友 因为以前这里曾经受过不死之神的诅咒 Many要不要好好暗葬的人就会变成僵尸 所以面前的这三位不是人 而是僵尸 炎见僵尸袭来 哈尔等人发动技能抵抗 就在兰德和哈尔制服其中一位时 Many却冲上来保住了他 随后念动咒语 发现僵尸 瞬间就被消散了 原来之前Many学习的能解除不死之神诅咒的魔法 为的就是有一天能牵手送自己的伙伴离开 后来另外两位伙伴也是这样 在Many的咒语下真的离开了人间 Many直奔欣慰地哭着说 十分感谢哈尔等人的帮助 自此他的心愿已了 而接下来就是考虑如何打怪升级的 以及如何好活着 在大家休息一段时间后 那只黑白斑点的地精破墙而出 他的双眼发红就像杀红眼的一样 大家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地精一声哄叫 引起了矿山内所有地精的注意 这下所有地精都向这里涌来 这只地精实在太强了 目前哈尔小队还不是他的对手 于是哈尔命令大家赶紧逃跑 快在逃跑途中 梦恶不小心被地精抓住了脚 哈尔不得已折回于地精缠打 在跳黄木台时 哈尔不小心被地精弓箭手袭击 差点跳下去摔死 尽管兰德伸手抓住了他 兰德命令哈尔不能松手 因为哈尔是队长 他们不能像失去马拉多那样 再失去哈尔了 很快哈尔便爬上木台 打算和兰德一起逃走 可没想到斑点地精再次出现 他撞坏了很多木台 兰德也因此摔了下去 好在地面有很多木板 兰德才不至于被摔死 兰德命令哈尔赶紧逃跑 哈尔明白了兰德的养股用心 于是又赶紧离开去找大部队 而大家在美里的带领下 已经成功跑到了第四层 这层相对安全些 哈尔很担心兰德的情况 他告诉大家 不能把兰德就这样丢下 所以大家必须要下去救出兰德 这个提议得到了全体支持 为了全员的安全 美里提议大家先前往第三层 从镇旗鼓 他好为大家调声 于是一行连开始前往第三层 而兰德在第五层 看到了如此多的地精 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 来一场生死决斗 之后兰德凭借自己的机制 成功从五层爬到了四层 为了安全起见 他抱进了猪圈里 一心像猪一样的怪物 反而围成一圈 将兰德藏了起来 斑点基金此时也来到了第四层 他四处寻找兰德 而不得 孟儿则表示 十分担心兰德 哈尔安慰孟儿说 兰德是个命大的人 不会这么轻易地死去 为了救回兰德 他们必须抓紧赶回去 之后他们来到了四层 突然发现兰德 正在和斑点地精缠斗 最后兰德以为要死在他手里时 哈尔他们及时纠线 救下了兰德 孟儿出手中工 建设瞎了斑点地精的一只眼睛 兰德激动说到自己要吓死了 这下所有的地精都被吸引了过来 团队作战再一次开启 每一个队员都使尽全部力量 对抗着敌人 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 大多数地精都被消灭了 可是那只巨型的斑点地精 能就对他们紧追不舍 接着他瞎了一只眼 他的战斗力也不容小觑 哈尔他们趁机倒到三洞里 美丽为受伤的队员们抑制 消耗了很多审力 所以必须要找个地方冥想一火 才能恢复审力 而希恶路也同样消耗了很多灵力 更不巧的是 此时兵困马罚的他们 再一次被半点地精追上 哈尔为了让大家赶紧逃跑 一个人留下来和地精打斗 他大声告诉兰德 拜托了 就像当初前队长马拉多临死前 拜托自己的那样 哈尔抱着B4的决心 把团队托付给了兰德 为了大家的安全 面对这样一个庞懒大悟 可是哈尔近奇迹般的冷静 他心里默奠着 希望终有一天 美丽能像消散前队友那样 亲手送自己离开 想到这里 哈尔的眼前却出现了一些线团 因为这些线条的原因 哈尔的身体不自觉跳了起来 然后他的手臂顺着线条的地方 回出直直地向底睛的眼睛辞去 然后一个漂亮的回身 导致便砍断了底睛的脖子 随即哈尔也婚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哈尔才再次醒来 他看到身边坐着美丽 还有美丽跟自己一样 都去了天堂 哈尔根本不敢相信 自己还活着 不过一会儿 他就从每个队员的口中 知道事情而来龙去脉 愿他杀死地精 并不是他的梦 而是真真实实的发生的 看到他家的平安无事 骑了龙龙 哈尔就在彻底相信 地精被杀死了 因为杀死地精而得到 三十斤的赏金 哈尔的团队 也因此得到其他小队的赞扬 不仅如此 就连十分强暗的脸丝 也赶来为他们祝贺 这下 他们再也不是默默无闻的 冒险者了 商议后的哈尔来到 马拉多面前 在他对讲的角度 还或许了解了马拉多的丑镜 于是他发誓 一定要好好守护整个团队 其实有时候很累 但这份责任 一直提醒了他 不能松懈下来 这是2016年的 一部神奇动画 《会议幻想》的 格里姆加尔 在逛上一世 借头前后 却能就能够达到 807的超高分 只要当你打开 正版穴道的播放器观看后 你却会发现 底下的评论 全都是衬衫 这部动画的优秀 几乎无一例外 他的整体感 让人从头到尾 看得都很舒服 音乐 作画 等等之类 尤其是那 细腻道让人发寒的死亡 以及贫穷的表达 更是让你对这个类型 翻剧有了一个全新的冲击 如果你喜欢看节奏快的飞机 主角龙傲天 后宫白gay的 那么这部动画 完全不适合你 他的基调很慢 但就是慢 才将每个人物 都刻画得很细致 其实此剧的 对象马拉多在后续剧 完全没有戏份 但这个角色的塑造 却一直贯穿全场动画 虽然最后哈尔打败地镜 有人会说 啊又是主角光环 但相信从头看到 我有人应该都能理解 成是哈尔的努力 才打败的怪物 新手冒险家 或许没有龙傲天的 毁天灭地 看得舒服 但这种平淡无奇的 地球世界动画 却难免 是一股清流 让人看得 很安静 真实 而不作作 真的强烈推荐 这个动画 我是少年 有明年又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 点赞转发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